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导意了 也不用做配置 这多少 对吧 我跟你说 就是我们曾经说的 工厂的价值不在于生产 在于管理 所以重点你还没有听到 能懂的是吧 我们只是把工厂先拽过来 他先实现他最基础的功能 是不是生产了 那有什么需要他管理的 有什么他能管理的呢 那我们就从我们项目中现在存在的问题下手 我们要先剖析问题 再引入工厂的 或者再引入是不让的解决方案 就是管理方案了 行吧 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地方啊 这是没几床呀 或者是这个DEO吗 否则这就报空了 对吧 那么你看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是都这么写代码 我们现在我们也不写DEO了 无所谓 你就不写DEO了 service你得写吧 那你是不是不在你的service中 你有一个service 你有不就 你可能得你有吧 是不是一样的情形 是吧 那我现在我要问你的话 就是第八行 像这样的语句 无论是在service里面你有了DEO 还是在service中你有了service 听得懂吗 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们能一下出到我和 这个我虽然很欣慰 对吧 你到底是有基础的 挺好 这个事呢 我们先不扯到我和不我和 最后我们分析到我和 好吧 我们现在想了 一旦我写了这样的代码 对于我这个项目来讲 它其实是不那么灵活的 比如说 你听着 现在我要干嘛呢 我举个例子 我这个 我的手标坏了 听到 我的手标坏了 我一想 手标也坏了 电脑就扔了嘛 从去买电脑吧 其实有钱烧了呢 用吗 不用 我只要换个手标就可以了 对吧 我都不用挑 我随便把张权拿过来 插在我这就能用 是的 是吧 我用换别的吗 我用不因为这个鼠标换了 而把我的电脑接口修一修 换一换 把里面板子换一换 不用吧 对吧 我发现我这电脑跑着越来越卡了 发现能处不够 我才23G的一寸 太小了 对吧 我觉得我要再再扩一扩 那我用不用把电脑扔了 重新买一个那是更大的 不用 我去买电脑就可以了 把那小的拔掉 插一个大的就行 是不是 是吧 我觉得我的硬盘不够大 换个硬盘 把硬盘拔掉插上就可以了 风扇不换 风扇什么就可以了 是这个 是吧 那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 无论是我们写代码 还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很多的系统 他们都在做一些个技巧 你这个电脑是不是有很多组件组上 什么鼠标呀 什么硬盘呀 什么内存呀 风扇呀 你会因为某一个组件的更换 而去动其他的组件吗 不会 那如果我想你买个电脑 你这个电脑呀 特别好 当你换风扇的时候呢 你们得连CPU一块换 那他们两个是焊在一块嘛 你会买吗 你不会买 因为这个 这个以后的维护成本就太高了 你动一个是不是都得动了 对吧 那么这也一样 好了 现在呢 我觉得我这个DU啊 已经不能满足我现在的需求了 听好了没有 我要写一个新的DU 我肯定是不是新写啊 你说我就新写了个DU 对吧 比完了之后我问你 我能不能把这个DEO 直接用在我的项目中呢 不用改其他任何的别的组件 而直接把这个DEO用在我的项目中 听好了 我能不能不改其他任何别的组件 而直接把我的这个DEO 用到我的项目中 明显不能 为什么 因为这个DEO 它的对接是谁呀 是service 而在service上怎么着呢 你已经焊接了一个什么呀 你已经 写死了一个某一个DEO 某一个DEO的实现 就好像我这个电脑 就任这种鼠标 大一点就不行 小一点不行 这个颜色不行 也不行 是不是就已经写死了一个鼠标呀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和现在的成绩是不是一样 我这写死了一个DEO 当我这个DEO不能往上飞行时 我就会新写一个DEO 但是我新写这个DEO 它不能够在 改动其他指教的前提下 投入工作 纳入这个系统去运作 它是不能的 能明明是没有 但是你看 这俩都是DEO啊 它都是一个接口呢 对了 都是鼠标呀 为什么就不能画 不能画我的鼠标呀 就是不能画 因为程序写好了 硬盘里面已经 已经写好了程序 只要不是一鼠标 就自爆 那么你琢磨 现在你再来看这块代码 它有问题没 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强偶合的问题 我们是坚决不建议 我们也是坚决不愿意看到 组件之间用强偶合的方式 在一起协助运行 而何为强偶合 很简单 特别好判断 你就看这个类里边 有没有出现别的组件 就快点了 接口就算 得看实现类有没有 就是或者我不写这一半 这不只有你接口 这不算 这只是说我需要一个DEO 就像电脑需要一个鼠标一样 对吧 哪个鼠标我说了吗 无所谓 对吧 但是我只要写着实现 就完了 就这个数标 这数标坏了 没得坏 因为全世界就是唯一的 是吧 这是唯一的 那这是不是就不行 能懂得是吧 所以 巧合所带来的坏处就是 维护成本过高 当你要维护A 这个组件时 你慢慢要动B 甚至于动C 或者动B 你懂得懂我意思吧 那当然现在我们只有什么DEO Service Controller 组件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现在项目过于纯净了 规模过于小了 对吧 你想一个商业项目 一个商业项目运行了 已经维护了十年了 它就不断迭代 比如微信已经多少年了 它就肯定要一直迭代 这项目是一个很大型的项目 对吧 组件众多 而且组件 你怎么怎么 它会是孤立的运行吗 我谁也不需要 我就是老婆的运行 那不可能 除非你就 这项目就一个了 这项目就别要了 对吧 组件这些 是不是肯定是要互相协作 互相去协作 Service Service要掉DU LinQ还要支持DU 对吧 它可能是要互相协作的 那要协作 那要协作 就避免不了会有一些个 类似于这样的需求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代码出现 就会导致组件之间产生了全偶合 而且情况越复杂 这种偶合可能不是单点的偶合 可能A上拗了B C D E F A上不仅不仅拗了个B 还拗了C 拗了D 拗了E 拗了F 听得懂不 那么当这个B C D E F 有任何一个需要改动时 有任何一个需要更换时 这个A都需要跟着改 对吧 就像我现在回想放DU 我是不是把Service改了 是不是一个意思呢 如果我的Service还依赖A 还依赖B 还依赖C 那无论是A B C 任何一个改了 是不是都会跟着改 是不是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以后一看 叫做组件的稳健程度 何谓稳健 这个组件写好了 它不用改 即使有外界的变动 它的代码也一个字都不用改 这样的组件 这是稳健的组件 这样的代码 这是优化的代码 你可以想象 在什么中 你做了一个工具 或者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 好吗 这东西开始投入使用 通通了没两天 尤其外界的某些个需求改 这个改动 你就需要 需要修改你的工具 或者你要重新做一个 那你这个工具 在设计之初 你是不是考虑的不全面 或者我们可以说 你们第一个版本 什么时候做的 相对比较的不那么好 有点差 能懂得这个意思吗 通常我们如果 如果我们写了一个类 这个类投入运作了 像我们上线了 当我们需要改动 需要有一点别的改动时 它都会受到波及 它都跟着一块改 那我们这个类写的 是不是有点太亏了 是不是觉得太差了 能懂得是吗 那么跟我们大家的影响是什么呢 唯物成本过高了 明白了吗 同志们 好吧 是这个 所以 我们说到偶合 说到稳健 我们是要站在架构的角度 去看待一个组件 如果我们的所有组件 都是稳健的组件 就是说 当其他组件在更迭 在更换 在变动时 对于我 没有任何影响 无论你怎么换 你是从DU1 换成DU2 还是换成DU3 我做了一个service 无所谓 我不用改 我这样能和你任何一个DU合作 就像 这个鼠标坏了 把他扔了 把张权拿过来 往这一插 OK 张权用 他现在又坏了 把张权拿过来往这一插 张权也能用 对吧 我这个电脑就是需要个鼠标 是哪一个有所谓吗 我无所谓 但我在换鼠标时 对我电脑的提高组件 有任何影响吗 如果有 你还愿意用买家人电脑吗 这样的厂家 必死无疑 能懂得认识没有 同样作为项目的开发者 如果你写的类 你写的组件 总是要不断的去维护 去更新 哪怕不是你本身的修改 而是其他的组件修改 也会导致你的修改 那这样的类 我们趁点把它删掉 重新写 明白了没有 好吧 是这个 那么在我们的设计模式 中有一大核心原则 叫做开闭原则 设计模式有很多原则 但是最核心的是开闭原则 还有什么什么理事替换呀 对吧 什么接口分离呀 拉起妈刀的 但是最核心的 是开闭原则 你表 其他文革都做小了 都做到很好了 那么开闭原则自然就形成了 何必开的原则 同志们 面向修改 关闭 面向 扩展 或者面向增加 开放 对吧 就你能够加东西 但是不能改 已有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 已有的东西 如果你在改 说明你没写好 说明这个东西写的不够稳健 不够优化 写对东西的人 那个拉出来 弄死 公司全扣 奖金一点没有 对吧 能同意是没有 对吧 所有的不是你改 不是说 你下正你手 不那样的 是你开发完毕了 这种人就写完了 对吧 那么 这个组件 就不应该再改了 你应该考虑到 这个组件 要适应以后的变动 能同意是没有 对吧 他应该能够接收 一些个额外的东西 保证自身的一个 稳健程度 当然了 我们文化保证完美 就是 学习不能保证 这个类完全不用改 那如果就是发生了重大的需求的变革 那保证项目就要重显了 组件肯定保不住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尽量追求这样的效果 明白了没有 对吧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么所谓的对于增加开放 那增加嘛 就加需求了 是不是肯定要加组件 那倒无所谓的 行吧 是这个 是这个 所以 以后在我们的项目中 坚决不能再出现像这样的东西 懂了没有 以后我们还敢在我们的servis中 去new service吗 不敢了 即使非要嫌 我们先别喊喊 我坏了 这儿我坏了 我想凑我的用 你只要有机会 我马上就被给它盖了 对吧 那么是不是 但是把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不能用了 因为咱们是不是有mavity 所以这个事我们都不能打进了 但至少我们还要去解决 controller和service的这样的依赖 以及以后我们项目中组件多了 组件之间是不是也会有类似这样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都要去解决 对吧 是这个 是这个 那么如何解决呢 很明显就是 你这样不能再new了 因为你这样一new 是不是就 是不是抢我合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只能做这样 那么一个解考 这是啥意思啊 就是我service 我需要一个deo 我这个天堂 需要一鼠标 是一个意思 行吧 是这个 那么我要这么说的话 就是我这个service 就是需要一个deo 只要是deo都可以 然后管你是deo一 还是deo二呢 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 但是你得留好口 这个口是谁 这个口就是那个get set 我电脑需要主标 但是没有插口 没有usb 是不是就坏了 是不是那个口 应该能留好呀 就是get set 什么 而且可以给我传过来 一个一个一个某一个deo对象 对吧 是这个 那么你先来看看吧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组件里边 有我和任何其他组件吗 没有 对吧 但是会有问题 啥问题呢 你你这样是不是也没复食啊 你这样是不是会不会有 是不是会有公主人呢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在现在的现状就是 我们虽然干掉了枪我合了 但是 依赖没有满足 人间所依赖的东西 是没给人复食啊 这个是不是是不是也是个费啊 千万何是费 没有 没有一样的对方 没有我需要的对象 是不是也是个费 那么 怎么着呢 我们既不想千万何 也不想费掉自己 那么我们就要在下这课 以任何我们使分的 地球解放了 就是IOC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好吧 后来我们再接着说 嗯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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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